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羽毛球教练 谭虎先生 欢迎您谭先生 谭先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选择了不同的事业发展方向 做过职业运动员 也做过匈牙利国家队的教练 后来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那今年您是在纽约 开了自己的羽毛球馆 我想问您为什么 在经商十余年之后 要重新回到羽毛球运动 这样啊 我是十岁就开始 学习打羽毛球在国内 然后经过了从运动员 后来到教练员 然后从国内又到了国外 应该说从事这个行业 大概有二十多年 那后来呢 我又因为其他原因 经商 经商了十几年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始终就是没有忘记这个羽毛球 这个有一个梦想 就是一直来 从年纪的时候开始 就想将来能够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球馆 所以到现在这个岁数 那么有这种机会 那当然这个机会也很难找 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做这个事 您说的机会难找 是指这个场地 对 因为羽毛球 它的需要的空间 和其他的还不一样 尤其在纽约这个地方 对 在纽约这块寸土寸君的地方 对 有这么要求 它的设定要这么高 然后场地要足够的大 另外呢 它还有地面的这个要求 地板啊 灯光啊 就是说它的这个标准 还是蛮高的 就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所以很不容易找到这块地方 所以也算是 原来一个自己的梦想 梦想 您那么就是 原来那么早的时候 就想要拥有自己的球馆 可见您对于羽毛球 这项运动是真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相信 做过职业运动员的人 一定都是深爱这个运动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您是16岁的时候 就被选入四川省队 是 四川省队 然后18岁入选了 这个中国国家队的 青年集训队 在大学期间 又是代表这个学校 参加这个全国大学生的锦标赛 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 那整个您的这个运动员职业生涯 在您回顾起来 您如何总结 最难忘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开始从事 这个羽毛球事业的 其实就是小时候 一个是非常喜欢 兴趣 兴趣所在 第二呢 那个时候呢 就70年代末到80年代呢 这正好是我们这个羽毛球事业 就中国国内的羽毛球事业在这个腾飞的时候 上升起 对 因为以前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 但是就从70年代以后 开始上升 所以也是对我这个从事这个运动呢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因为有很多的著名的教练员回来指教 引导这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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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 确实条件是很差的 完全不能跟今天相比 我们的训练呢 也是很苦 很苦的 就是从基本上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天至少十个小时以上的训练 10个小时 对 10个小时以上的训练 对 很枯燥 很苦 很苦 另外呢 条件也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们打比赛 出去 通常都是做什么卧铺 不像现在还要坐飞机啊 我记得有一次到广州去比赛 我们做了差不多三天三夜的那个卧铺 到那个广州以后那个角度全部肿了 需要起码两三天时间来恢复 因为没有走动 对 我们也经常在走 但是也不行 不行 因为你毕竟是做硬做啊 那个时候做卧铺都很少 一个是经费条件 一个那个是国内那个卧铺票也非常紧张 所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而且那个时候呢 说实话比赛也比较少 比赛机会比较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 对 也不像现在那个有这么多的大奖赛啊 有奖金 有什么赞助啊 那个时候是基本没有 所以非常艰苦 就像您说条件也非常艰苦 也不像现在的职业运动员 大家来说都是体育明星啊 对 换句话说 对 在那个年代就真的就是 就天天可能一件事就是打球 对 就是训练 而且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枯燥的这个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这个训练当中度过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 令您去到匈牙利国家队指教 这个就是后来到后期了以后 实际上我在八十年代中 我就离开这个四川队了 职业队了 我就去了重庆大学念书 对 学习学习那个经济管理啊 电话书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朋友推荐 他们因为他们匈牙利也是想在中国来找一点这些教练员对他们帮助 那正好机会我就90年就去了匈牙利 但是去到那边之后 因为我相信打比赛呢 您肯定是出国打过 但是真的是移民到国外 而且是开始这个执教的这个职业生涯对您来说 应该也面临同时 机遇的同时也有挑战 对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自身艺人到这个欧洲国家去 当然非常多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上 因为匈牙利确实跟这个其他的欧美语系不一样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国小语小语种 非常难 我听说好像北京有一个外国语学院有一个这个专业 但是非常少学生 非常少人 嗯 非常难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那刚去的时候 确实我的队员好多都不懂英文 所以有个别的懂英文给他们翻译一下 这样说 也说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只有自己学了 自己学就是照着拼音 把它那个什么 这个语言的一些基本的这些 比如说训练方面的语言先给它拼下来 慢慢这个沟通 嗯 但挺好的 后来我基本上就靠这种方法 就胸语基本上日常对话都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了 而且对我帮助很大 就是将来后来我做生意 做贸易 跟他们那个匈牙利的这个公司做 我都可以自己交流了 所以也算是有学了一个语言吧 当然不能说很深 但是至少基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 沟通没有问题 那我想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我看这个匈牙当年您带的这个匈牙利队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也没有亚裔 那我想问就是您去了之后 因为您是在中国受的中国式的这种集训 而且我相信就是这个十个小时的这个训练量可能对于西方来说 他们能够接受吗 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任务太重 您当时是如何调试的 就是如何给他们这个开始集训 是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 之前我也没有想到 没有想过 因为像我刚去的时候呢 当然他们也不是特别的相信我 有个信任的过程 所以就是 您有什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就打比赛 对吧 就打呀 我们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就是不服就打 所以他们安排比赛 是全国比赛嘛 就一天之内我大概打了八九场比赛啊 就是就单打 各个过招 就把他们全国最好的运动员全部集中一起 一天之内全部打完 所以这样一打下来以后 当然他们那个差距还是很大了 就是因为业余和专业再加上中国是这个在世界上是顶尖的 一流的那个球队 他们运动员不是太有名的 那么就基本上没什么打几分就打下去 所以他们也很服务 打完以后呢 以后他们对我的执教啊 都慢慢就比较幸福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在训练方法上呢 确实是有很大不同 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我们是职业的这种训练方法 而且是代表着最先进的当时是这个训练方法 而他们呢 是业余选手 他们都是业余选手 没有像中国这种职业的选手 再讲他们训练方法 以前他们的方法我估计是 就是比较落后的 东欧的 或者是苏联啊 那些以前 以前前苏联带给他们的训练方法 都比较落后 所以落差很大 开始训练他们确实很苦 我就是还没有用上我们的 就是真正的 就是很强的那种训练方法 就是一般的 练的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受不了 尤其是体轮和那个步伐方面的 好多都呕吐了 练的 对 所以后来我就及时的就调整 调整 调整一下 慢慢调整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他们慢慢还是适应了 而且后来其实他们的素质应该是很好的 你说欧洲人的先天的素质还是比较好 他们后来适应以后很快 进步很大 因为您是91年过去执教 90年 90年 两年之后的巴塞罗纳奥运会 当时他们女子 对 就打破了这个他们的历史记录 进了这个前32 对 为此您看很多这个 这个是您刚刚到 我刚去的时候 刚去的时候的采访 对 就引进了这个中国的教练员 对 这是我的那个队员 就是他进了前32名 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当年的这个 这个报纸 这说明在当地这是一件大事 对不对 他们也是非常重视 是 那此外呢 这个92年 因为他们您带着这个球队 创造了如此好的成绩 所以他们也给您颁发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教练员奖 您也可以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刻了名字的 对 这个是92年的 这个92年 这个是93年 连续两年 对 连续两年的 那在您看来 就是您去到那边两年之后 带着他们的国家队创造了历史 这对于他们球队来说 对于球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他们的羽毛球事业意味着什么 对于您自己来说 您又有怎样的一种收获 或者说是感触 我去的时候 确实它的那个羽毛球水平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尤其是在欧洲那一块 因为欧洲也有一些强队 像丹麦 英国那些 都一直压着他们 那更不要说亚洲了 因为基本上90年代 除了有个别的欧洲运动员丹麦的 能够在国际雨滩上 争一席之地外 其他都没有席 根本就进不了 连决赛那些都进不了的 那她的那个 匈牙利呢 她这个 其实她运动项目是 其他运动项目是挺强的 因为 但是羽毛球呢 说实话是非常弱的 当时 那正好有这个机会呢 他们也需要引进这个 国外的这个先进的技术 和训练方法教练 尤其是中国有经验的教练 那我去了以后呢 就是对他们的整个训练体系 就是进行了一些大的改变 通过这个一年半的训练 因为我这个队员呢 她是在 我是在一个俱乐部 开始在一个俱乐部 俱乐部呢 这个俱乐部 以前也不是很有名 就我去了以后呢 我连续带了他们 八年 她六年都打了全国冠军 对 也是她俱乐部的最好的成绩 就是 然后同时我这个俱乐部 大部分队员 都进了国家队 所以 这样啊 坦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话题呢 留到下半段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女人会客室 那坦先生啊 之前为我们介绍 说您去到这个 匈牙利的这个俱乐部之后 是连续六年 这个俱乐部的这个球员们 都拿到了这个全国的冠军 那 其实我想 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 因为他们的体制和中国不一样 大家都是说 可能每年 比如说参加任何大赛 都要根据排名啊 或者是选拔赛啊 大家都是业余选手 然后去打这个职业的比赛 比如说这个92年的奥运会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92年奥运会的这一场比赛 对于整个他们的这个羽毛球事业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接手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队员他也只是 没有想到会最后进入决赛 进入前32名 他们也只是就是说 试一试看 因为92年奥运会是正式的项目 第一次奥运会 羽毛球进入这个单向比赛 进入那个正式的那个排名积分 那他们也比较重视啊 对啊 那么就选了几个队员让我带 那开始也是就是像你说的 因为奥运会它是要积分的 对 他必须得一场一场地打 要参加很多比赛 不是说一场就能定胜服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是根据他的情况 做了特殊的安排 比如根据这种哪些积分赛啊 哪些必须去 哪些呢你可能没有必要去 战术上 对这个也有也有安排 也有统筹的安排 因为你他毕竟业余的 第一个时间上 第二个他的经费上也有限 对 都是要要找事方式 或者政府很少钱 所以他必须得计算这些 所以我们统筹安排 当然他的技术很重要 就是说我同时根据他的训练 比赛的安排 加强训练 怎么样有针对去的 改变他的技术战术和能力 这样呢 经过一年半的训练 他成绩显著提高 参加各种比赛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且他的积分也排名一直不断的往上走 最后就是获得了这个 最后进入巴塞罗纳的决赛权 就是前三十几年才能进去的 所以这个是在他们匈牙利的历史上是 至少是之前是没有的 这是创造到它的历史最好成绩 通过这个呢 实际上使他们这个匈牙利对羽毛球这个项目 实际上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对它以后啊 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 就是用成绩说话嘛 因为羽毛球这个项目确实在欧洲 都不是那么受欢迎 在匈牙利更是 这是第一次能够突破它的那个突破性的成绩 对于当地的百姓们来说 大家从事这项运动的热情会越来越高 对 就是因为同时 因为我这个方法对他们 他们认为非常好 心知有效 那么以后我在 包括对它那个视体校的训练 训练的大纲 它后来就根据我的训练方法 把它做了调整 所以他们缘细下来以后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套训练方法 它接受了 而且对他们以后的这种 一代一代的培养 人员的培养 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说建立了一个 它一个真正的一套体系 训练的体系 那对您自己来说呢 您如何总结在匈牙利 这个执教十年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确实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包括我今后的人生 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经历吧 因为从以前当运动员 然后过渡到当教练 因为你也知道当运动员和教练 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经历 和不同的这个方法 对 所以你要把自己学的东西要关注给你的学生 这也是很难的 很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 对我的社会蛮大的 就是通过这个 我认识到这个教练这个职业的 这个他的艰辛和他的不一样 和运动员的这个差别区别 但是同时我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所以到至现在我反过来自己开这个球馆 自己再当教练 对 我其实蛮有成就感 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 我愿意就是尽我的能力 就帮助这些愿意学羽毛球的 愿意提高自己技术的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一点帮助 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能够多多的 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收获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您虽然说这个做职业运动员 和当这个羽毛球教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 但我们都知道 因为您自己亲身受训过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训练的方法也好 或者乃至于这个运动员自身的这个体会 接受程度 对于您来执教来说 其实是更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就是职业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更上层 或者是上升的这么一个职业的发展方向 但是您后来选择的另外一条路 就是经商 做贸易 做地产 这个其实和羽毛球应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它和您的运动员生涯 是一定有联系的 对 没错 您能够成功是一定有联系的 没错 我觉得是有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其实人生它也是这样 你每一段经历 其实都为你下面的经历 做铺垫 对 你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今天这个位置来的 像我们以前训练呢 就是比较枯燥 比较刻苦 比较就是怎么说 一般常人是想象不到的 那种职业选手的训练的那种苦 可是正是因为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 其实对你将来 包括对我将来 不管是什么职业 对 从这个我打球当运动员这个经历当中 就是有两点对我将来今后的生活 包括我的那个经商的这些经历 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个就是做事认真 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不懈 这两点我总结 包括我将来做生意 或者以后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做事你要认真 你要投入 执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要坚持 你坚持 你坚持不懈的那个努力 是吧 这个最终你才有结果 就是因为它的这种体育精神 其实放到其他的行业 这种精神同样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而且其实体育精神 就您说的坚持不懈 吃苦耐劳 认真 专注 其实这些都是人非常需要的这个品质 我想这也是说我们就是 不管是成不成为职业运动员 我们的小孩都应该去从事一项 体育运动的原因 就是他能够从这个品德上 来培养一个孩子 培养他的这种 我们说就像您说的 这个种种方面的这种长处 专注力 特点 这些都是对他一个很好的训练 那具体说到这个 因为现在您又重新开始 其实开羽毛球馆 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 不过现在的这种商业行为 和您过往十几年做的这种 纯商业行为 其实它是不同的 我相信您现在有新的目标 对不对 之前可能是更多的以盈利为主 现在您以什么为主 其实现在做这个羽毛球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最开始 我说的是一个自己的一种梦想 梦想 梦想实际上就是你说的 它这个模式 就是并不是完全以盈利为主导 因为本身这个它也不是很暴力 或者有什么大的利益在里面 其实这个做体育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长久的 但是它我认为它永远是一个遭阳产业 因为人它永远需要 需要尤其生活好了以后 它需要它的品质更好 生活 那就需要更好的去锻炼自己 让自己的体魄更健壮 同时这个也是让你很充满活力 同时还可以接触很多的人 认识很多的朋友交友 那么我们这个办这个目标呢 也是跟这个是一致的 第一我要提供这个场所 使这个有这个羽毛球的爱好者 来训练比赛 第二呢就是也是一个交友聚会的地方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我对咱们这个青少年 我觉得就刚才你说的 其实从事一项体育运动 实际上对它的将来的人生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对很大的帮助 我们就感觉到 没有经过体育锻炼的人 和经过体育锻炼的人 和经过体育锻炼的人 真的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你一个专注的 爱好一项运动 不管是羽毛球 乒乓球 游泳什么足球 但是你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能够投入性地坚持地做多少年 那就是可以说对你的品格的形成 在将来的事业的帮助 真的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我想您在提供这样的场地 包括推动社区羽毛球 事业发展的同时 是不是也依然有着这种 比如说我要发掘青少年人才 或许可以培养一两个 打职业的 能够打职业赛的选手 因为怎么说呢 羽毛球这样的运动 我想亚裔还是有优势的 对不对 在身体素质方面 轻巧方面 是 你说的没错 我其实是有这种想法的 当然这个要看机院 发掀人才 对 要看机院 第一就是要有足够多的人才 人来 青少年过来 有他们的兴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确实他也要坚持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很多人有天赋的运动员 他可能运动的原因坚持不了 坚持不了 那也很可惜 作为你说 这个打羽毛球这个项目 确实我们亚裔 有非常先天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羽毛球 它对身高 体重这些力量 要求不是特别高 他更注重的是要求你的灵活性 你的柔韧性 爆发力 尤其是他要动脑筋很多 要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 所以你光靠体力是不行的 所以在 为什么亚洲人特别喜欢羽毛球 而且羽毛球的开展在亚洲是非常普遍的 你看现在的体育 羽毛球强国都是中国 印尼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对 都是亚洲国人 它是一个道理 而且它这个人 都可以倡用很多的 收线的 你站在我家 你坐在我家 我现在的 是一个假面 我就会在习惯 我 上了 我 在我站在我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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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